内参的日本的一个努力 他是北台湾的塞德克巴兰事件 当然这样的说法 其实它需要一些证据 其实这是一段 我想很少人关注到的 遗失调的一段历史 关于强盛泰雅传的一个社 20世纪初如何被日本第一波 透过现代化的武力 所消灭掉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其实远比赛德克巴莱事件 世界还要早一二十年 在日本殖民时期 可以说是第一波大型的 这个入侵山地的军事的运动 艺术家高俊宏迎元季会入山 从万善堂这个音庙 发现被日军殲灭的泰雅族大爆社 他入山超过百次 要重现日本帝国侵略 北台湾礁山的艾永县遗跡 大爆西是小时候在那边游泳 所以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疑问 就忽然跑出来 就从脑袋出来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原住民 一直到发现了 大概在这个臭河桥旁边 那间万善堂 那也才算是很震惊地了解到说 原来大爆西这条流域曾经有一个泰雅族的大爆社 曾经居住在这个地方 而根据附近的祈祷的转述就是 里面是蛮藏着那个大爆社事件的 许多死者的这个尸骨 总数大概有一千多具 这个万善堂跟我在过去的两年在做这个大爆社相关的这种田野调查的整个的过程是紧密相扣 所以遇见这间万善堂等于遇到这整个事件的这些原始的主角 我觉得在这个这间庙虽然非常不起眼 可是它却带给我这整个事情 整个调查的过程中带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 所以我认为它不只是庙而甚至可能是一部历史的机器 所以这一条旧路基本上现在没有人在做了 可是它是到以前到大爆社最近的一条路 这条线是1905年 1905年那个日本讨伐大爆社的 应该是一个蛮关键的一条爱文线 刚去BS然后摸索 迷路在这边迷路 我在这边迷路过一次 然后下大雨 卡在悬崖 然后下不来 最后是我忽然发现我旁边有一条蛇 这条线上面大概有八处这样子的这种爱寮的这个遗址 这个是上存的相对完整的 那这个在总督府的图字里面 它的名称叫南间 南北的南 这个区域过去它 它推理来说它是大概高度是有到这边 然后这边是它的路口 当时就是常常在北台湾的山路行走 然后慢慢的就发现很多这一类的遗址 大概是1900年到1907年 日本总督府第一次在北台湾进行帝国的推进 在山里面进行爱永仙前进的策略 所构筑的好几个战略巨点 这两年来其实从新店那边狮子头山一直到熊空山 到三峡的熊空山 到桃园跟新北市的界山叫北插贴山 那从北插贴山一直在拉到三峡这一带的山区 那这些山的人线基本上都是当时大爆舍事件的爱永仙推进的 有遗址在上面 所以总共加起来它的长度大概有三百公里以上 那这几年这两年的探查 这些路线几乎都走过 很多地方其实它虽然看起来是没有路的 或者说看起来是荒烟漫草 特别是在我在处理这个台湾近代近郊山林的这个系统 而一旦这个系统被建立了之后 它就形成了一个可以在备空间生产的可能性 特别标明气路就是说 这个不是一般人在走的路 然后但是这个却可能是一个 看起来是没有相关 可是事实上有一条线 有一些线可能可以把它们组成一支 具有形象的 具有像小熊星座 那我在做的工作应该是属于这方面 那在却不是可以的 即是在那的路上 如果是不可以的 要求是在那迁选交流 它是广场的组织 那将会有机会 在那里面向前进行 那将会出现 后来 又终于在那里面向前进行 更新的图 我们将其他组织 人縣,並在陸窟間以及鄉林的白石暗山一帶架設砲台 位於數公里外的大爆社聚落,完全暴露在三砲的射程之內 經日方砲轟大爆社後,藩人逐漸退卻 終於完成愛詠縣的擴張 所以這48組是48個愛詠縣的遺址 這個其實我們都有編號,都有GPS定位,都有測量 它是一條線,上面像萬里長城一樣分佈著各個駐軍的點 駐軍的點,士兵就住在高山上 晚上要洗澡的時候他們就會燒炭 燒炭,這些炭會特別做一個炭窯來燒炭使用 現在有路,從烏來那邊走路進去的話 大概要走五個小時才都走得到 就是在台北的三峽,新店跟烏來這一塊的山區 那這一塊的山區它大部分都是所謂的中極山 它的難度是幾百月還要困難 因為它的天候變化很大 再來就是說它很多路都沒有人走 它的林項比較複雜 所以植物的生長速度很快 所以這些古道會有這些愛詠遺址 這些過去的歷史遺跡 假如說幾年沒有人去處理的話 那就基本上就很難 很難一眼就看出來 那我們現在當然透過日本總督府出的地圖 日本陸軍出的地圖 或者說一些公文的附圖 大概可以判斷的出來相關的位置 可是實際上從現場探勘 調查、測量的這個部分 其實並沒有人在做 這很明顯是人工挖掘出來的 就是從這邊開始有斷面 牆面的斷面一直延續到那邊去 大概有100多公尺 它的視野比較好 它的掌控性比較高 那拿來當住在所也比較適合 住在所它相當於今天的三地派出所吧 這邊我們找到一個酒瓶了 這裡 上面有寫 英文是Takara Takara Beer 那這裡是日文 這個就是日本人的吧 確認的對不對 有的時候是必須靠挖掘到一些古物來支撐 這個支撐它是不是愛永縣的證據 其實它已經埋在地底下100多年了 而且是我研究了大爆車事件直接的證物 一切發生這些事情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因為張牧可以做這個火藥跟塑膠 所以日本總督府早就要張牧了 自然而然當日本來台灣之後 其實剛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他們總督府就已經定了 就是要張牧這個策略 所以愛永縣推進跟張牧 是整個是連在一起的 路快要不見了 再半年沒來就不見了 人面之助 常常會遇到 對 這個附近的山基本上已經沒有張樹了 那大部分都是茶園跟竹林 那這邊還剩下一棵老張樹 我們推測的是這個張樹跟這個中文盆盃 大概是同一個時期 日本在要進入這塊山地 那這個掠奪或者開墾 這個張牧的資源有關 做這個大包舍的研究過程當中 就知道說這裡有一個這樣的中文盆 來到現場以後其實滿震撼的 因為它都淹沒在森林裡面 那也沒有幾乎沒有人會來了 可是這個地方卻是過去 這個大包舍戰役期間 這個日本方面山王 非常慘重的一個區域 我們在這邊是用原住民的 比較接近原住民的方式來祭拜原住民 其實除了這個中文盆盃以外 還有很多戰死的原住民 我想台灣的人為什麼不知道愛永仙這個東西 這個我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這個是這個是一個活生生的寫的歷史 那為什麼就如此輕易的被遺忘 它那麼龐大的系統 可是我們的理解是 那麼居然是萬分之一 我要把這些資料交給大包舍的遺囑 因為他們是 等於是現在是分崩離析在桃園的山上 他們可以重新回去走 我的這種空間的踏查 其實是在建立一個沒有人建立過的系統 感知的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只曾經存在於這個文獻裡面 可是在空間的形貌上面 空間的串連上面 它從來沒有被處理過 我想出一本繪本 就是關於愛永仙的繪本 第二個就是影片的拍攝 那第三個就是說文字 文字的部分很亂記 那裡面有一部分也談到了這個大包 大包舍的事情 曾經經過砍伐 曾經經過粉燒 曾經經過戰爭 曾經經過各式各樣的治理 的這種空間 很大 然後很多複雜的手段 都在這個地方出現過 而那個意義在於說 它要變成一個可以被識別出來的文化 就好像你好像可以去拍一部 沒有人拍過的黑洞的電影一樣 其實那個有點迷人